属马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嘉诚 今天请到人生后运规划师 许正亮老师 来为你讲解2024龙年的运势 欢迎老师 大家好 我是许正亮老师 属马的朋友们呢 其实在兔年运势就很不错了 是 兔年是很好 但是身体方面比较不好 唯一的胸心就是病服 他们是有带刀型的 血光之灾 所以在兔年的时候 属马的很多观众 听众都会去动刀开刀 属马的朋友们在龙年 吉星只有一个是天姐 那胸心呢 有天狗 白虎跟桑门 那天姐是逢胸化级的吉星 那天狗就是主血光之灾 那不要好管闲事 交友要谨慎小心 白虎呢也是血光之灾 但天狗加白虎还要注意钱财 有可能被偷钱 就是交到一些损友啊 金钱方面不要跟人家有所借贷 也不要借人家钱 也不要当人家的保人 对 然后可能你会因为突然思绪不对 就做错决定 表示你要赔钱 对 又或是说你租车啊 就A到了 要赔好多钱 可能没有A到那么一点 那么小喔 可能是大车祸 对 大车祸 可能他就变职务人 那你完蛋了 你要再多照顾一个人一辈子 千万要小心 要非常谨慎 对 又或是说 你大手大脚 投资一个你觉得会成的生意 结果就 黑油掉了 就没了 就没有钱就花掉了 嗯 所以这个 竹马的龙年 因为白虎伤人丁 又带伤门 如果白虎跟伤门在一起 这个胸心一起进来 恐有效福之忧啊 什么叫效福之忧 家人可能要多注意 可能会往生 要多注意他们的身体健康 嗯 就是说有一点小征兆 不要脱 要立刻去就医 对 风水轮流转嘛 你们兔年 怎么样 就是风生水起的 对啊 很多机会 不知道你有没有好好把握住呢 你赚到钱 有没有好好留住呢 不要说赚到钱就乱花 要好好受撑 对 来因应我们 睡运不好的年 可以让你去进修 对 好好地学习 等待下一个好的年 你就准备好了 像老师讲 好运势的流年的时候 是不是很多工作机会啊 财源财顾滚滚而来 嗯 那你要懂得长啊 嗯 那你坏运势的时候 你想要让自己开心 也有钱 可以让自己开心 好 我们重点整理 首先你要小心招惹情色风波喔 对 而且这个情色风波它带羊刃 可能情杀啦 因为桃色纠纷被砍被杀 这羊刃很厉害 所以 不可以轻忽喔 要小心护情人 对对对 不要觉得说 这个人有点怪怪的 但是他不理他就好了啦 或说激怒人家 人家可能一刀就砍过来了 对对对对 好 那要注意血光子再来看 这就是一个有关联的 对 好 再来就是刚刚说的 同友 校服之友 多注意家人朋友的身体健康 对 那也尽量不要去探病 或是参加告别式 但是呢 还是由天姐 来帮助你 去逢胸化疾 积德行善 自由好运道 那 不要小看这个天姐心 天姐心它是算是玉皇大帝 嗯 它是可以有决策 生死决策群 是 所以如果你真心忏悔 消解自己的业障 你今年也会很平安的度过 是 对 是不是有那个天 那个天色日 天色日的时候就是 去祭拜我们的这个玉皇大帝 嗯 提供啊 对 那破财呢 也可以 烧灾党煞 又或是 一起破酒灾 对 例如说 结婚是喜事啊 生小孩是喜事啊 买个东西 让自己开心也是喜事 都是喜事 所以我个人认为比较方便 就是出国旅游啦 国的旅游也可以啦 就花钱 像那个嘉纯啊 嗯 她这个兔年啊 就是比较不好啊 因为是泰岁年 她快要 快要 这个地球绕一圈了 对 我 严格来说是 我去了非常多的地方玩 所以她今年也是 蛮开心的啊 对 我发现真的要多出去走走 要多出去 所以心情就不会不好 其实你那个人的气场 你觉得很糟糕的时候 你要去晒太阳 要去走走 去世界各地走一走 让自己心情 对 好 好 那我们这一集 没有跟旅行社业配 对没有 好 数码的朋友们呢 如果你想要获得个人特质 根据你发自的流年流日 可以咨询我们的LINE App 跟老师预约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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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